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1980年 我国第一次参加冬奥会 五星红旗首次飘扬在了冬奥会的主会场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城市 2022年 北京举办第24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双奥之城 42年 未曾想我们竟走了如此之远 我们有过太多感人的故事 今天 我们将重温那段光辉日月的历程 回望那些振奋人心的数字 欢迎我们温暖的冬奥记忆 安徽有好酒 好酒复合箱 本节目由青种子复合箱独家冠名播出 滑雪嗨翻天 成套买家电 本节目由5G成套家电 国家经理称宏赞助播出 看冬奥 上咪咕视频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大家看到的是一场叠开生命的冰上气味运会 欢迎各位 我们的每位选手各个都是抖操精神 全力以赴 第一位 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是石灿整个中国足坛 中国足球当年的领袖 亚洲最佳运动员 但是他的口号就是 别人的快乐就是我最大的要求 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口是心碑的大哥 范志毅 好 下一位 他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羽毛球 市值赞双打冠军 他今天来了就是为了冲击冰雪运动的 另一个冠军 他就是坐缆车坐到发晕的 为什么他有冲冲的 太晕 冰雪奇缘 努力向前 接下来介绍的是曾经的崩唐公主 崩唐就是他的家 而现在他已经忘记了回家的路 甚至回家也会摔跤 河头门 快乐之上 勇者胜 曾经他是跳水界的男的王 现在是一直赢的实践者 河冲 离开了赛场我就是开辛苦 今天我就给你们带来快乐的 好长 什么快乐的 其实介绍的是曾经的钱钟浩 他唱的是还不知道 现在的陈正浩是让实际冠军都为他尖叫 好棒 我的目的是漫无目的 她是中国女排 流血不流泪 调皮不调队 今天她即使带伤也要第一挂上阵 只为助力冰雪运动 她就是雨排月神魏秋月 好 冰雪奇缘不断挑战 好 加油 参加我们跟着冠军驱滑雪 第一届冰雪区位运动会的运动员 全员入场完毕 接下来让我们向着第一个项目出发 好 谢谢 冰雪小五吃早餐 今天我们要宣布第一个游戏环节 这就是记住难忘的24 它和冬季奥林匹运动会当中 又有哪些关联呢 我们从历史开始排 那么中国是在1980年 刚刚恢复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席位 也是中国第一次参加冬奥会 在速度滑冰项目上面 赵伟昌获得了第24名 哦 24 难忘的24 每轮共有24个早餐食物 冰雪助理团依次选择吃的数量 每个人最少吃一个 最多吃三个 吃到第24个食物的人淘汰 比赛最终排名前三的 将获得冰雪区位运动会积分 是不是要增加难度了呀 那当然了 什么难度 张红红领队加入到他们就想的呀 我终于归队了 哎哎哎哎 哈哈 大家干嘛的时候注意点啊 这个很有可能就是卧底 由于张红领队加入到我们队伍当中 这难度给增加 如果他要是在整个今天游戏当中 记录前三名的话 对你们的分数可就不算了 啊 还是个卧底 写三名啊 哦 呦呦哦 哦 ну 啊 刚才一个很轻松 你知道吗 我有点晕淡 哈哈哈 晕淡了 我不怕 我不恐惧 哈哈哈哈哈 吃啦 开始了 呦呦 开始了 拿拿多吃一点 大家看来都比较含蓄 你也可以选择放弃 这个游戏是个很恐怖的游戏 就是爱吃鸡蛋 没想没想 二四六八九 哦 干干嘛 何周选择一个 三个嘛三个 每个蛋黄少一点 第三轮你是 对选择几个 六个 ok 哎呦我现在是这么少 以为放大哥不会给我直接让我淘汰了吧 我跟你说逃不淘汰是前面能够 给不给我没机会 菜菜八搭弄三个 她弄两个她弄一个她弄一个你说 这就是数学到最后关键就是最后到八九个的时候 你选择怎么吃 我选择两个 我选择两个 我选两个 六个 意味着一人吃一个就到那边 永远到不了我这 如果他给你脸吃三个 如果他给你脸吃三个 那就 那就是 顺利就在这个互相 这就是到最后几个事情要算 对不对 其实还是更多的观察 更多的还是有一种心理的对抗 所以我觉得内心的一些的这个计算能让你更精益和精 我来一个 我选一个 留一点可能性 对吧 紧张了吧 我不紧张 那我不就直接淘汰就完了吗 这轮 我弄一个 你弄一个 你自己弄 解胜级 你还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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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意思 我说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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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应该闹明白了 首先你们要干掉的 并不是你们自己的队员 首先要把领队干掉 对 红姐进三名我们不得分了 所以你一块把我淘汰干什么 对 留下三个我怎么办 你怎样吃也吃不到那里 我最不喜欢吃韩米瓜和西瓜 我自己面下来 我弄两个吧 现在还有十二个 首先要把领队干掉 您要估计我们的梁� 一个吧 一个吧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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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输入看好了 123456789 你吃三个 我吃三个 我让娜娜吃一个她吃一个 她就直接欧了 他的目标很明确 而且很清晰 好 好 恭喜高虎被淘汰 先吃一个 现在一定要想一想你到第一个 几八九十十十十五十三 我再走一圈 一个 一个 我们那比较危险 吃三个淘汰她自己 对啊 剩两个淘汰我 你吃三个 我吃三个 我没事 你骗我啊 你要吃三个 我吃三个 我吃三个 永远不是我们两个人 明白 我意思吗 明白 我吃三个 我吃三个 你没法把自己噴进去了 下面的人一样吃一个 刚好轮到你 没有 他肯定帮他的 他已经做好了 谁又知道呢 反正逃不太不到他 帅云哥 回来了 我戒了你帽子 你相信我 我相信你 他也要吃三个我觉得 我要保护我身边的两个人 因为这两个人离我最近 我只要保护好了 我一定不会输 所以我吃三个 你看我想到了 哇 哇 好好怎么办 没办法 你吃两个淘汰自己 淘汰自己 我不能把自己淘汰 我就 其实就是这个游戏是 你可以算计 你也可以想要谁吃 但你不能说出来 这个游戏的精髓是放在心里 酷 哎呦 这个可厉害 开始 我要不要弃拳 你决定 你决定 我很不爱吃蛋糕 尤其是奶油 我是一个很少吃蛋糕 还碰上奶油的那种 我 接受不了 你可以拿一个 然后我吃 可以 娜娜选择着坚持 你已经吃了你最不喜欢的鸡蛋了 然后你就不能说要放弃嘛 所以就是蛋糕的时候就尽量去完成它 再吃一顿 可以 一块 娜娜 这是要考虑的 看你想淘汰谁了 你自己想好 现在主动却在你身上 就是一块两块三块的事情 有请下一位 现在就知道 蔡云哥到底想要淘汰谁了 对这个我很关键 他是多少就决定了要淘汰谁 但是我想发表我的意见就是说是决定权在我这儿 但是这只是今天游戏的第一部分 我不想因为这个游戏失去我身边的人 所以我选择决定权给第二个人 我吃一个 把球踢给了别人了啊 现在看二传手怎么样 可以 还是老大哥决定吧这个对吧 你还行吗 下面的东西能吃吗 我可以吃什么 我可以吃什么 我放弃了 哇 哇好感动呀 哎呀 因为什么 他很努力 他不愿意吃的东西他都在吃 我最不喜欢吃就是哈密瓜和西瓜 我很不爱吃蛋糕 这冠军现在对我来说 我是看你们这些冠军 哎呀 这就体现了一句话 你们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 我觉得输赢对我们来说比不上 我觉得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你赢也好 我赢也好 本身我们就是这个团 我都哭了 蹦床也好 都是团队 你不可能掉掉这块金牌 就很多时候 可能自己年龄相应太大 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时候去舍 要舍才有得 你这个比赛你是受伤的 你一直要这样上 很多时候一些年轻的学术上不了他 很多时候一些年轻的学术上不了他 我放弃 这轮我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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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包子 我对他吃不了 蛋糕吃不了 包子吃不了 鸡蛋吃不了 你对对在吃 哎呦姐啊 哎呦 一直口是心非的男人被别人口是心非了 不是按照像现在这样 还不如刚才你弃拳 我上去拼一下 节目的主题是冠军 你跟这个冠军就这样就没了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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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老师对团队做了奉献的精神 所以我决定我吃 哦 耶 一块 还是那句话我觉得 游戏到最后 我们三个人都有分了 坐在我旁边的人一定是最有安全感的 我放弃 我放弃 冠军固然重要啊 但是有些时候 还有更多的深沉的一些意思在里面 不仅仅是因为旁边是两个女生 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更好的推广冰雪运动 让更多人了解 参与才是最重要的 对 我没想到最终是两位女生 第六轮比赛开始 一北 一北 卸战到底了 四对三 哇 球也已经站起来了 从气质上压到何文娜 现在要算的就是单和双两个人 对 目前为止秋月一直是双数的 你喝两杯它就瞬间变得单数 相互打破看谁拧个座 你现在作用是敌不动我不动 你知道吧 敌不动我不动 敌动我乱动 喝泥连奶啊 就到我了是吧 对啊对啊对啊 两杯了 他喝了两杯 嗯 所以双数就在你身上了 你只有同时喝两杯才能再还给他的双数 那喝呗 哪怕没赢 让他撑死 撑死 原来只能这么想了咯 感觉秋月的书面太大了 就是我要喝两杯的话也 你喝两杯也好 喝三杯也好 你都得输了 对我就 我就觉得你早睡少的一杯 为了为了你输嘛 三杯的比赛就看不到他了嘛 四杯了 他必须要喝三杯才能赢嘛 三杯嘛 小意思 对吧 喝奶长大的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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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公布大家的我们计划 我们跟着冠军去滑雪的冰雪去运动会呢 接下来来到了第二项运动会项目 首先这个考验是考验大家平衡力 2006年的2月23日的晚上 韩小鹏在决赛中他以250.77分 获得了雪上项目的第一枚金牌 今天呢我们也是在挑战他的项目 冰雪区位运动会 守护250.77 攻守双方各需要守护标志为250.77的水 需在对方持续30秒的妨碍攻击下 守护容器里的水 按照剩余水量 分出前三名 便获得冰雪区位运动会7分 好现在请第一组选手登场 好 范大哥认真了 不是认真了 这次我上去把谁撒么就好了 把谁撒么就好了 范老师跳吧 我有点欺负你 我感觉这个很难 这也太满了 对 哇 哇好厉害 好稳 范老师 你不在那跳跃的话 正在干扰 不需要身体接触 不需要身体接触 他是控制不住 范老师 你都快跳到我头上了 我跳到头上 我跳到头上 看得出来 一个没有分的男人的焦虑感 对 时间多了 时间到 刚才的表现就是什么 一个没有分的男人 对于一个满分的女人的焦虑感 体现出来 好 焦虑感 现在400毫升 下面请范志毅 一开始就 你上来就已经 自己怎么就漏了 几个人 好厉害 好厉害 踏不动 好厉害 下来 我 tripod 好厉害 可以啊 快去 好厉害 好厉害 好稳 体重压制 体重压制 快厉害 快去 快去 非常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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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立好近 起立好近 娜娜已经投降了 娜娜浪我 娜娜在浪我 娜娜在浪我 娜娜我第一次见你比赛 动作这么丑 风传冠军 没想到在这个项目当中 就输入给了一个足球选手 哇厉害 哇厉害 这个几乎都是满的 这个体重还是有优势的 2100毫升 恭喜 娜娜要是来了 娜娜要是来了 谁能弄动 我人都飞着去了 怎么还不跳 好 第二组 这边浩浩已经全力了 上个扶动 需要弄的 好 河中很稳 好 好 哎 你那个 你那个 你那个身体 撞我啊 没什么啊 没事没事 7点 哈哈哈 你干什么啊 好 好 好 时间 时间 时间到 1850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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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了 你开玩了 对手出现失望 你快点 浩浩的水池烫酒 帅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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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浩浩的双腿 一直都是这样 浩浩的甩汤脚 我以为你是在过泼水节 还有一点 很有刻度 还没到刻度呢 申请裁判可以场外求助吗 在蹦的时候 红剑可以场外 同意 我同意 还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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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保送你们都不约了 不行了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你把最难的这个题留给了我 洪姐真的很滑 加油 加油 哇 他晕得平和掌握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可以 可以 他马不稳 一百米的 够了吗 天快快速 加油 可以吗 一千六 好 好 接下来向我们跟着冠军去滑雪 冰雪去运动会的第三个项目进发 耶 上微博参与话题跟着冠军去滑雪 讨论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 接下来来到了第三个运动会的项目 玩这个游戏叫做人体冰湖 大家知道的冰湖项目当中啊 中国女子冰湖队曾经获得过奥运会的奖牌 那么今天呢 我们在现场也要靠你们的聪明智慧 争取能够在人体冰湖当中呢 取得嚼嚼名思 我们要找现场的大众朋友们作为你的队友 来配合你的比赛 对 那如果找不出来搭档就自己上呗 不行 必须每个人找一个学友 对 他们都不认识你们 接着限时五分钟 限时五分钟 找自己的学友 赶快 我看到一个国际友人 快 国际友人 有点 好 来吧 好 抓紧 你可以参加我们 我押向你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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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盗走走了 我的优优人是国际 我们是军军 国际组织 我们想参加我们的游戏 每个人找到一个优优人 要结束这游戏 我们可以参加我们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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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我也要找一个国际友人 你一门可以吗 你国际友人 对我一门 找到一个正在玩手机的 你好 方便跟我们一起参与一下吗 好 谢谢 谢谢你 就是你坐在那个雪橇里面 我们来推 可以啊 我也找到了 我带了一个秘密舞台 哇哦 好尴尬 没有容量 还是得专一的过去问 你好 我不要 好 对不起 你好 你有兴趣和我们一起玩游戏 现在男子 你好 你好 你有兴趣和我们一起玩游戏吗 可以 可以 娜娜找到了吗 是 我来帮你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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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用问呢 这胆图帮你没问题 你认识他吗 奥运崩床冠军何问那 这个厉害 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好 谢谢你 好 好 注意啊 比赛啊 我们将是比两轮 冰雪区位运动会 人体冰湖 冰雪助力团 将与在学厂找到的搭档 进行人体冰湖游戏 将队友推向前方地面把心 比把心最近的前三名 将获得冰雪区位运动会7分 张宏的组合仍然是你们的目标 他如果进入到第二轮 你们都没有名次了 我们一个一个一组一组出发 我我我第一个 我第一个 好 1号选手范姿 和他的希腊兄弟组成了中西组合 中西组合肯定是冠军啊 肯定是冠军啊 大家一起注意啊 开始 开始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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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会往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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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吧 别动 别动 这就是国际有人玩游戏的这种 灵敏度 你知道吗 好厉害 2号选手 何温曼 现在开始 加油 加油 出手 出手 努力 quer 哇 啊 啊 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 还差一点啊啊啊啊 防问一下 是不是 Flow 别弄的 哦 不啊哼 哈哈 那黑小子 高精赛 猿享受了 快来 和冲和一个姐姐一起 好 开始 现在是月月登场 我月月一米八四 这么大的女儿 恰恰找了一个小男生 你就是要证明你自己的体重 是吧 准备 开始 月上的跑偏 差不多行了 好 不动 好 我反正也是最安全的 放心 我肯定得超过她 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站上路径过 我们都没碰到互相 这个行 这助跑距离长 对 浩浩你推她 浩浩走边路绕过她们 浩浩 浩浩成转了 边路 走边路 她还没出发 她还没出发 地上的那个冰太滑了 我的助跑的长度又太长了 水平会叫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换一下 浩浩我觉你是负分 太滑了 浩浩 换一下 快快快快 你快坐上去 来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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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啊 浩浩浩也要中我们 好 好 来看我们的那个张宏啊 来了 我来了 张宏她如果进入到第二轮 你们都没有名次了 这个有点恐怖啊 我们准备好被捉 好 相信我 是 好 你准备好吗 快 開始 快 加油 爱 爱 爱 annually 事情 好 好 好了 看他晕了 我马给你唱 马给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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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把 前三名 之间的PK即将开始 合冲和姐姐组合 合冲此前拿到了2分 这把如果他获胜的话 极有希望实现反抄 开始 干扰比赛 听话的 好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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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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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出去 算了 第二个出场的是何文娜 前面拿了两个第一了 这把非常关键 让他们感受一下这个距离 再撞出去 再撞出去 开始 努力在吹 好像没有太大希望了 现在看来距离终点 相差较远 现在娜娜处在第二位不动 接下来将是范志毅 范志毅在前面 已经获得了一位冠军了 范大哥 我们在这等你 来 你不知道东西绝和干活不累的 别动了 怕啥 别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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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躲开他 准备 出手 这个队友 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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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5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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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清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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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包错人了 哈哈哈 你包错了 哈哈哈 你大胆在这 啊 啊 啊 哈哈哈哈 哇好厉害 在这场充满信息性的人体冰壶大战当中呢 范志毅啊 两把比赛都是优异成绩 虽然他像老鹰抓小鸡一样 但是应该说他本轮比赛 哇 得意别传款 来看看 哇 夺冠了 哇 哈哈 哈哈 我很幸福 你很幸福 是的 我很幸福 好的 谢谢 好 那么目前来讲呢 可以说比赛达到白热化程度了 战局如何 且看我们最后一轮比拼了 跟着冠军去滑雪 一日一年 耶 耶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我们跟着冠军去滑雪冰雪去月运动会呢现在已经来到了今天第一届的最后一项这就是速度比拼 要跟所有的伙伴们说一声 因为我有比赛任务 今天不晚上赶回去呢我明天赶不上第一场比赛 明白 下次我们再比拼 我给你留一次挑战我的机会 这个比拼对我来说现在不是所追求的 还是这句话 等我回来我们再一起干 好嘞 一路平 加油 请安 再见 再见 看你回来 大家知道张黄老师曾经是冬奥会第一个获得大到速滑军的选手 他当时呢同计是1分14秒02 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看看谁能够在比拼当中呢 在张黄老师之后能够获得前三名 潘老师因为我是退役之后才开始接触血汗运动 他跟冰伤完全是两种技术 所以今天我也特别有压力 今天就是按速度滑冰的规则来比赛 那速度滑冰其实我们在奥运会只有一次比赛 只有两条跑道 每一名选手占一条跑道 最终我们以时间来取证 明白了 我建议啊为球月就别滑了 对因为他膝盖有伤 对 好吧来吧来吧 浩浩今天突然从单板又换成了双板 今天要拿分了 我不是要拿第一呢 我不是要拿第一呢 跟着冠军去滑雪 冰雪的趣味运动会 最后的一个决战项目 已经拿到四分的合冲 准备向冠军发起冲击 在这旁边可不是等闲适之的音乐人 钱正浩 那么今天钱正浩 能否拥拔头筹呢 他们将和冬奥会一千米速度滑冰 一分14秒02的奥运金牌合得者 张宏展开比拼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浩浩怎么那么快 浩浩竟然滑得这么快 浩浩好厉害 浩浩你看 浩浩现在躺在第一位 张宏现在躺在第二位 冲冲已经晒打了 浩浩太快了 浩浩表现得非常好 我当时也是有这个信念感 我也是要超越自己 快到了终点了 好 好 大把终点 浩浩很厉害 浩浩你也太快了吧 你连左右都不刹鸡 就冲着来了 你太厉害了 我刹不住了 我突然忘记怎么刹车了 太乖了 出乎大家的意料 输给了浩浩 我曾经是滑冰的选手 其实是我在退役之后 才开始接触滑雪 那也没办法 对吧 第一名这个滑得快 那我就是 怎么办呢 有一点点实力 我服了 河冲还没到 还没到 河冲还没到 还有一名选手 还在比赛 河冲还在赛道上 他这是务归行动啊 河冲到达终点 我是一路摔下来的 我是一路摔下来的 很明显的就是在心态上面 出现了一些不可控的问题 把一样东西做好 还是需要更多时间的训练和磨练 对 各位选手做好准备第一道 河文曼 中间是大到速滑的奥运冠军 张虎 左侧 蔡昀 这把比拼究竟结果如何呢 对浩浩来讲 能否保持出这个第一呢 我们一起共同 吃米蛋 隔就位 开始 开始 现在比赛开始我们看到张虎的 好在最前面 我们看到蔡昀呢 速度把握得很好 好 太晕了 不要着急 现在滑向颠倒 太晕了 不要着急 现在滑向颠倒 太晕突然摔倒 好 现在呢要看看河文娜和张虎 现在张虎是一路领先 滑在第一位 河文娜滑在第二位 现在是一路领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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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文娜呢 悠闲自责 唉 哎呀 荷文娜摔倒了 这些太晕呢 稳步反超地举好机会 太晕加油 加油 蔡英现在在靠近边路速度非常之快 看蔡英 他现在一直想要避那个网 我就管着自己 尽可能的能把速度减慢就要完成 小心点 小心点 蔡英哥摔了一个大脚板子都飞了 心里还是紧张了一小小 其实我是希望摔头板 摔头板我可以马上去减板 然后再起来 如果不脱板在没有人的情况下 我基本上是很难起来 太快了我觉得还没有反应 就是人已经是整个是帽子 他眼睛都歪了 很正常 好 恒娜已经安全到达终点 帅 帅 好棒 要坚持完赛 他要重新穿了 我们为蔡英完成比赛的这种精神来鼓励一下 中心往前针 一旦这个运渊退之后 我仍然会比常人更有耐力 更有韧性 运动人的精神就是那种能上 一定上 蔡英大达终点 我觉得他会崇尚我 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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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慢点 哎 啊 啊 非常棒 来来来来来 慢点慢点慢点 主要那边有一个坡 本来好不容易能控制在中间 那个鞋子我一下就 到这边来了 看你疯狂的谁要躲这个帽 我好太厉害了 为什么这么快 因为我忘记刹车了 哈哈哈哈 哈啰 只有一个动作就这样 哎 抓住 只有一个动作 哈哈哈哈 我都怕他冲到那个那个咖啡店 哈哈哈哈哈哈 本来呢 我滑着说我也想追求一下速度 等我抬一头想看你们的时候 我发现哈啰已经到这了 哈哈哈哈 回事 啰 我就摔地上了 后来我就一直亲吻的血地下来 所以你这个还是有实力看别人 我从头到尾就没见过他们两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跟着冠军去滑雪的冰雪趣味运动会呢 已经全部结束了 大家看到这是获得本次比赛 前三名的运动员 第三名何冲 前代赛 耶 耶 耶 第二名 范志毅的代表 好 蔡英 后期的时候给你披个范大哥的脸上 第一名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那么我们这次冰雪虚伪运动会的颁奖嘉宾是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的委员 我国冬季大道素华项目当中第一个奥运冠军张红 陪同颁奖的是我们女排奥运冠军费秋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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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老师 本来你和我是最有竞争力的不好意思这个落到了我的水中 你想要吗 范老师不会想要的 他一定会说你的胜利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不够同奖了 哎 为同颜的颁发了雪球 第一次领一个净零食的啊 会消失的奖杯 跟着冠军去滑雪 一起游 我今天玩得很开心 今天最开心 用百度地图get冠军同款滑雪地 为运动劲而加油 哎洪姐你在看什么 哎呀我在看这个冬奥的比赛视频啊 啊 你没想到他不仅仅有比赛还有颁奖呢 这个视频我真的一直都没有看过 哎呦这是14年 嗯 你知道我对手当时是上一届这个项目的 冠军 我当时压力特别大 对他加大 好紧张 哇 哎今年你准备在哪看冬奥啊 我可能要去国外上学了 可能不方便 怎么会不方便的 你只要有手机就能看下载咪咕视频啊 这个也可以看直播吗 必须的啊 今年看冬奥就上咪咕视频全量冬奥赛事 你就可以随便切换 而且还是高清的 那太爽了 对啊 所以你不仅仅要你要看 你还要推荐给你同学们 都要想 同学肯定会一起看 哎太棒了 他们来了 走走走走走 聊天去 今天我们这个冰雪气味运动会啊 各位表现都很好啊 而且从第一个项目 就是大洋洋在当年盐湖城冬奥会上获得第一个中国冬奥会的冠军 2006年 韩小鹏在都林冬奥会上啊 最后是划取空中技巧 得分总和 就250.77分 拿了冠军了 大家玩的冰虎呢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是获得的第三啊 也是取得这个项目的突破 最后大家一起速度与激情还感受到了张宏当时1分14秒02 获得女子1000米大道速滑的冠军也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大道速滑动化冠军 设置的每一个数字 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突破 因为他们的付出给我们未来的滑雪人也好 还是冰雪人也好 带来了很多的动力 你们有在凌晨4点比国赛吗 凌晨4点我最晚的比赛在香港公开赛 出门还是 凌晨4点开始打 我预定的时间是 赛表是8点20的比赛 羽毛球五个单向 全是16强的话 你说有多少选手 一天当中就四片场地 他前面的一再拖 前面一直打三局 全是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 我就一直等 我到那我已经 对手也是困得不行了我也不行了 奥运会我是最后一场我在林丹后面 他第一局输了 哎呀我们教练说快快快做 准备活动在后面做 又要赢了下来休息会 快快快又不行了又不行快快 我准备活动做了四遍 其实这种紧张比你 你还不让我赶快上去 你都没有赶快 就一直一上一上 这个是不一样的体验 所以我们比赛就是这样很接近 对于排球来讲 我觉得队友之间就跟 部队的战友之间的感情真的很相似 就同时上战场的感觉 因为我们是场上六个人也好 十四个人也好 我们都是打一个球 大家都为了一个球得分 可能要是三个人都要去触击球才可以得分 我觉得这种团队的那种精神 和我们之间的一些感情 是真的是很难以去覆盖的 从五岁开始打排球 那么我是从小就打二传 你几岁 五岁 五岁算打排球非常非常早的 五岁多高 一米一 五岁开始打排球 五岁一米七八 五岁跟他差不多高 其实家里面没有人练过体育 没有人练过运动 我家也是 但是就是父母就很喜欢很喜欢女排 然后就是把我送去的打排球 但是我的教练第一眼看到我说你打二传 然后我的父亲就觉得为什么 我们要打主攻 我们要像狼瓶狼指导一样 教练就看看我说 你还是打二传吧 因为他很沉稳 我一直说他要判断场上的局势 所以他是财势场上最清醒的那个人 对 所以我觉得这点跟韵哥那点 就是你毛球真的很像 就一直要观察对手 要想对手再想什么 就是哪怕对手的一个表情 一个眼神 我们都要想他会怎么样做 对 说白了就是他们的研究别人 咱们的研究自己 我也邀请了一位嘉宾 虽然他不能来到我们的现场 因为他正在执行最重要的任务 但是他今天要跟我们连线 那他也是冰上项目 花样滑冰的奥运冠军 身雪 哈喽 身体要大一点 最美的那种运动你知道吗 两个人在一起 花样滑冰 我喜欢 好美 我小时候真的很喜欢 然后那个漫画看了好多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参加活动 然后跟洋洋姐姐开完笑 说人家那才是优美的冰上运动 我们那一出来跟坦克似的 张坦克 很多的运动员 看我们这个花样滑冰运动员训练的时候 觉得你看他们多舒服 我还听着优美的音乐 然后在上面翩翩起舞 一点都不累 对 学姐我想问一下 你从事你的这个花样滑冰 从开始到就是体育生涯结束 一共练了多少年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和赵洪博拉手 就是我们两个搭档 然后一直到2010年温哥华奥会拿到冠军的时候 我俩整整是合作了18年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合作最主要的就是相互信任相互依赖 它不是两个个体 而是说两个人组合变成一个人 才能把我们这个双人滑能够表现得临临尽致 形容我们双人滑运动员来说 更像是我们吃东西的筷子 少了一根都不行 学姐好 就是我想问一下学姐 就是搭档这么多年至今 有没有一个闪念想换一个搭档 我觉得你这问题问我晚了 我问一个问题 你和赵公伯两个人都特别忙 你现在还中国画上滑命的主席 恐怕没有什么太多时间照顾孩子吧 前两天我女儿写了一个作文 我女儿说到我的时候说我妈妈工作特别忙 她说我爸爸就更忙了 从来不回家 从来不回家 因为洪木哥现在是主教练嘛 要陪着朱操要陪着训练还是写计划 然后她要为国争光 所以她其实某种程度上 对我们两个人还是比较理解的 所以我看完她那篇作文的时候 我和她爸爸都特别的感动 虽然是很对不起对她这个阶段的陪伴 但是她依然还理解我们 正好 因为大家 其实作为一个国家队的教练真的是 太多的付出了 我就一直觉得教练这个职业比运动员更难 其实对孙雪赵文博大哥 从小进国家队一直看他们的比赛 实行赛我都有看 包括最后的奥运夺冠 四季奥运会 那种不容易坚持 也一直是我和富安峰的一个榜样 所以我今天看到会觉得特别的开心 我们也期待说在2022我们有更多的运动员可以站到领党台 甚至是精彩 是的 谢谢老师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冠军 加油 加油 来 谢谢 赶紧忙吧 拜拜 好嘞 拜拜 谢谢 拜拜 那我们也希望其实在未来有更多的年轻人 打破我们的记录 站到更高的这样领党台上 运动员就是在不断创造历史的过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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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季节的运动会 但是我们在同一个赛场的时候 我们同样发挥出了我们这样一个团队的一个精神 希望冬奥竟然在奥运的赛场上 可以发挥自己最好的一个水平 可以放松的心态 尽情地展现自己 希望所有的冬季奥运会的运动员们 可以发挥出他们100%的实力 然后期待他们可以站在最高的领党台 为我们的冬季奥运会画上一个个完美的句号 加油 加油吧 中国健儿取得好的成绩 不仅仅是冠军 还有一种就是让大众更多的了解 冬奥会项目 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好 崩壁 虾 第二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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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